要逆轉的方法很少 幾乎是沒有 因為腎臟的足細胞 它不會再生 最傷腎的原因 還是在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這個問題事實上 大家只要 事實上這些東西做到了 就可以達到一半以上的 保護腎臟的效果 有做到就成功一半了 至少一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天 你也喜歡吃炸物療癒自己 或是週末的時候 喜歡跟朋友吃熱炒聚餐嗎 竟然有出現一個傳聞 高溫油炸的食物很可能傷腎 真的假的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腎臟專科醫師 王介麗醫師 醫師好 大家好 醫師要來教教大家 哪些食物吃了容易傷腎 要顧好腎臟到底該怎麼吃 醫師通常我們都知道說 吃太鹹可能對腎臟不好 那在腎臟科醫師的眼中 您覺得哪些食物是特別傷腎臟的 我們以台灣的流行病學來說 事實上 傷腎第一名的原因就是糖尿病 所以要務實的來講 這個問題的回答 事實上就是說 要怎麼樣吃才可以避免糖尿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該怎麼吃 可以避免高血糖 好 用這個方向來回答 但是如果不是糖尿病以外 大家可能會擔心是有沒有什麼 可能食物本身的毒素 直接造成傷腎 這可能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坦白講 在人體實證上的證據 就不像糖尿病這麼的明確 其實我知道今天我會被邀請來的主因 是因為我先前前陣子有分享一篇研究 就是發現說 食物經過高溫料理 可能產生的一些反應會造成傷腎 比如說是油炸烘烤這種東西 是的 那我簡單的解釋 那基本上我分享的那一篇研究 它是一個動物實驗 那動物實驗 事實上它的證據 並無法直接套用到人類身上 那為什麼我還會分享呢 我其實先簡單說一個 現代醫學的一個邏輯 就是說 當我們在醫學上 我們發現某樣東西 可能對人體有好處時 其實我們還是會很謹慎很小心 我們要再三確認這個好處不是假象 但反過來 當我們發現這個東西可能有害處時 即使我們不是很確認 我們也寧可當作它有害 這個是現代醫學在監管上 很重要的一個邏輯的精神 我們無法證明它有害 寧可相信它有害 我們無法證明它有好處 即使可能有好處 我們應該說好處必須要十分踏實 十分堅實的證明 但是壞處只要有一點 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 所以呢 雖然這個高溫飲食會上升的證據 還在動物上 在人類可能沒那麼明確 但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臨床醫學態度就會認為 它其實是可取代性的 很多食物並非一定要高溫不可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寧可信其有 那我覺得應該是可以來分享 那當然如果要以嚴格的科學來說 其實未必啦 因為人體實現還沒有證實 但是就我們臨床醫學的邏輯 害處的部分我們就是要小心以對 這個好壞的分別其實蠻為妙的 但是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研究好了 它為什麼會說高溫油炸跟熱炒 這一類的食物是有什麼可能的壞處嗎 其實它那個研究是動物實驗 那動物研究的好處是它可以把變因控制的 非常的仔細 它其實就是將食物直接做高溫的處理 然後高溫的處理之下經過梅納反應 產生了一些特定的化學物質 然後直接把這樣的食物餵給了老鼠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困難到老鼠的腎臟 發生了病變 因為這個研究其實刊登在非常高溫的期間 它研究的方法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科學性的也非常仔細 所以結論是相當的沒有問題 反過來說它真的可以實際應用在臨床嗎 那我想問題還是在於說 現實生活上我們不會這麼的乾淨嘛 什麼叫乾淨 比如說實驗室的動物是每天都吃同樣的東西 可能吃好幾個禮拜 我們不會嘛 我們了不起可能一天一餐 兩天一餐 所以這個有害的訊號即使真的有害 它其實也會被稀釋的很淡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個研究我相信後續在未來在人體應該會有研究 但是結果我們的經驗是通常不會像動物實驗 這麼的戲劇化 不過不管怎麼樣它是一個訊號 就是說我們發現一個訊號 高溫油炸的食物可能會傷腎 這個訊號我們就會記在心中 在未來的人體上 我們可能就會去探討這個訊號 到底在人體它還會不會存在 或者會衰減 或者會持續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過不管怎麼樣 其實油炸食物可能會傷腎 這個東西在醫學界或營養學界 其實本來就不是新聞了 唯一的新聞可能就是說 今天多了一個傷腎的液體 還蠻有賣點的 因為過去沒有那麼明確做出這樣子的動物實驗 如果真的要牽涉原理 事實上要更詳細的去做細胞切片 做細胞研究 這部分其實不是我的擅長 所以坦白講我只有看到那個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是很明確 那中間的激轉其實我不敢在這裡說太多 不過簡單大家可以記得啦 就是高溫的烹調 會讓食物的可能蛋白質 或者澱粉 產生一些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這些化學反應 會讓食物的營養素變性 那吸收到身體內 這些變性的營養素 可能就會傷害我們身體的器官 大致的邏輯大概就這樣子 我想對一般人的認知應該就足夠了 那還有沒有哪些食物 也有可能有這種煤納反應 依據我自己個人的認知啦 我的認知看起來目前 關鍵還是在於溫度跟時間嘛 所以因為坦白講我不是烹調的專家 我不敢說太多 但是對我來說 我舉例好了啦 像我本來用烤箱 可能都是用160、180度、200度 那現在我怎麼用 我自己都是用大概140度 然後把時間拉到很長 比如說我烤魚就140度烤一個小時 反正我時間多嘛 就放著讓它烤 這樣烤其實還是可以吃啊 還是可以達到效果 還是可以達到飲食的效果 而且我避免到我不想要的反應 而且我發現跟我180度一樣的美味 甚至我還發現這樣做 還不怕烤焦 所以我現在都蠻喜歡用所謂的 低溫長時間烘烤 這是我自己採取的作品 不管是我目前烤魚 或者烤黑豆 我都是這樣做的 那醫師以您腎臟科的專業來說 通常我們會比較容易傷害腎臟的 除了飲食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習慣 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認為最務實的建議還是要告訴大家 最傷腎的原因還是在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不管怎麼樣 慢性病絕對優先 慢性疾病包含哪些 像包括最重要還是糖尿病 糖尿病 這個真的是台灣洗腎一半以上的原因 是糖尿病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所以其實跟糖尿病牽扯在一起 我們會認為就是所謂的 泛指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 這個整體的心血管疾病 是傷症孕醫的第一名 所以這個問題事實上 應該就是講說 我們要追求 我們要預防糖尿病 預防心血管疾病 事實上就可以預防腎臟病 如果從生活習慣的角度來出發 所以大家只要很刻意努力的 去預防糖尿病 你就成功一半了 你就預防一半以上的腎臟病了 再來預防高血壓也是高血脂 另外還有像肥胖 肥胖也是間接可能造成腎臟病 腎臟會受傷的原因之一這樣子 那把這些東西都去除掉 那其他相對的一些比較少數的 一些因子 那其實不會太難 比如說什麼我舉例 不要吃來路不明的止痛藥 中藥 草藥 這些可能會傷性的物質 這些東西是很明確可以避免掉的 事實上不會太困難 那就其實是相對容易 真正難的是在那種需要 經年累月的去實行的生活習慣改變 比如說要靠生活習慣改變去改變肥胖 糖尿病什麼的 那事實上這些東西做到了 就可以達到一半以上的保護腎臟的效果 那有看到文章說 吃抗性澱粉是可以有效的逆轉腎臟的傷害 這個是有道理的嗎 我簡單的說 今天如果一個人診斷了慢性腎衰竭這個病 假設沒有誤診是確診的 那以現在的醫療來說 事實上要逆轉的方法很少 幾乎是沒有 因為腎臟的足細胞 它不會再生 所以死掉就是死掉了 事實上即使沒有腎臟病 人只要過了中年之後 人再變老 腎臟就是一天一天的壞掉 這個是常識 所以人如果可以活到200歲 每個人都要洗腎 只要活得夠久 所以基本上我會跟病人講的觀念是 逆轉有可能 可是很少 機率機率非常少 而且很多時候的逆轉 只是我們看到抽血素質變好 很多可能是假象 我們如果真實的用高科技的儀器去測量腎臟 事實上是不會逆轉 因為我們知道腎臟細胞是不會再生的 所以簡單我會用這樣的觀念來回答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說 它就是一個自然的老化 所以是很正常沒有辦法回春 是這樣子嗎 對 異常的是說下降的速度變快 這個就是異常 所以很多慢性生病 正功能下降速度太快 以至於它的功能跟它的年齡不相符 那我們所謂的逆轉是要指 逆轉這個下降的速度 比如說一樣是下降 我們讓下降的速度變慢 這個OK 這個是沒問題 比如說本來每年下降4 我們讓它變成每年下降2 或下降1 這個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你要它每年增加1 這個不可能 這個目前的科技是做不到的 那醫師有認為說 抗性澱粉是可以達到 就是讓它老得慢一點的效果嗎 簡單講 目前在臨床上沒有這樣子的證據 那這也不是抗性澱粉的對或錯 而是在臨床醫學上 光只是要靠食物 就做到逆轉腎 或者是逆轉器官的功能 其實本來就不容易 那這並不是說食物不對或不好 而是事實上 食物的訊號太雜了 我們吃東西太多了 這樣的東西在臨床上其實很難研究 每個人吃的都不一樣 所以與其說無效 或者是說我們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也許某些人可能真的是吃抗疫內門有效 有些人無效 但是我們不知道哪些人有效 哪些人無效 所以如果今天只是要問一個單一的答案 是否有效我們只能回答應該是無效 只能這樣說 不過醫師我想你應該也常常會被問到說 那我到底可以怎麼樣保養 醫師您的建議是什麼 如果被問到這個問題的話 應該這樣說又回到老話題了 反正你只要是慢性疾病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這些東西平常的胃教會告訴你 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這些就是了 事實上各位發現 腎臟病其實跟心血管疾病很相像 在危險因子上幾乎分不開 所以大家在心血管疾病 學到的一些保健的知識 對腎臟病幾乎都適用 那唯一的比較多的例外特性就是 那就以智慧上升的東西 就是不要特別去吃它那樣子 這樣就OK了 那日常生活的食物 事實上天然食物 基本上都是OK的 沒問題 醫師講的所謂保養心血管的習慣 比如說像喝水要足夠 那多吃天然的蔬果 少吃一些加工食品 然後注意鹽分的攝取 還有適度的運動習慣 是包含這些對不對 生活習慣的改變 我們會出分 大略會化成飲食跟運動 那飲食就是會分成這兩塊 所以剛才大致都有提到那樣子沒有問題 好那希望今天大家都有學到 關於腎臟的保養方法囉 那這一集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醫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謝謝 那節目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健康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 今天我們喜歡做的 還有�貝 我們在觀察 我們最近看日子 我們在觀察